再来看看啊 美国会如何应对 对不对啊 美国会如何应对 美国啊 所以说我们说 中国这一招啊 真的是将了美国一军啊 美国怎么办 现在我告诉你啊 全世界人都在看美国 北京在做这样一个出击的时候 他一定有一个底线思维 就是把这个事情想到了最坏 否则他不会这么玩 因为北京在这个时候呢 正在面临美国要对香港问题 做出一个评估的时刻 而北京偏偏不在乎你这个评估 给你迎头撞上 给你玩一个P2P的游戏 这就是将美国的军 所以现在全世界在看 美国要怎么玩 而且为什么我说 这个游戏 香港这个游戏 说白了 就是美国和中国的游戏 这个游戏 现在就卡到了这样一个阶段 你美国人五月份 要提交一个香港问题的报告 而且这个法 这个法案是你美国高调通过的 你闹得那么大 现在中国动手 中国的出手的动作那么大 一个从根本意义上 要把香港的自由体制 给颠覆的这么一个动作 你美国怎么办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啊 这个川普 川普的回应 如果中共坚持推动这个计划 美国将做出强有力的反应 那么这个强有力 我昨天在社交媒体上提出我的看法 北京现在跟美国玩香港游戏 玩的是底线思维游戏 你美国后都会以底线思维模式去应对 这才叫对称性的竞争 最新美国发表的这个 中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战略报告 他就提要跟北京进行 对称性的一种竞争 那么北京现在玩底线游戏 就是说我在香港这么干 我已经不怕你美国使出最狠的一招来治我 那么你美国敢不敢使出最狠的一招来治他 这就是把美国将逼到了一个墙角 那么美国要出手呢 美国要出手 这当然要考虑自己内部的政治环境 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国内部的期间反应 我们知道美国现在比较厉害的是这个 经常在批评中共的几个参议员 在说话 那么罗比奥 这个 在批评中国 还有克鲁兹 在批评中国 在批评美国的这个议员之中呢 这是民主党的 那么克鲁兹呢 把这个事情啊 这个他认为是 中共正在终结香港剩下的自治权 剥夺香港人基本自由 实际完全不可接受 如果北京不立即撤回一案 就需要重新评估美国政策 他还发表了声明说 香港如同新柏林 美国必须与盟友坚守防线 阻止共产主义进一步扩散 这是美国的众议员 美国的参议员 共和党的参议员的意见 他提到美国要坚守这个底线 防止共产主义扩散 美国还要跟盟友建立防线 一会儿我要谈盟友的问题 这个很悲观啊 然后呢 美国参议院这时候呢 推出了一个法案 准备制裁香港的这些 违反基本法 香港基本法的这个官员 这是为什么说要 列那个香港这些带路党啊 大带路党 小带路党党员的那些人的名字 就美国现在已经 他知道就对中国的惩罚 可能有点艰难啊 但是呢 你惩罚个人 可能相对容易一些 因此他们就是要 惩罚那些推进 这样一部立法的 中国的官员 所以我前面说的那几个官员嘛 那些那些人的名字嘛 都可能成为美国啊 这些要要制裁的候选人啊 这是自己候选人 那么这个美国的国务院呢 也开始发表了一个声明啊 要求这个啊警告北京 如果北京的香港那个高度制 对保留美国对港待遇来说 至关重要 所以美国现在的这个声音呢 迄今为止 我觉得已经够强硬了 啊已经够强硬了啊 那么好像舰也在悬上啊 你北京你搞底线游戏 那么我也跟你玩底线游戏 那么我们都知道 香港的底线游戏是什么 就是让香港的这个啊 特殊的这个地位上吃啊 跟中国大陆一体对待 这就是香港的这个底线游戏 美国会不会这么干 现在我们都看这个 那么现在这个我们要谈美国的难处啊 我觉得美国的难处 我刚才说了 现在 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政治啊 圈的内部啊 这个共和党和民主党到了你死我活的这个阶段啊 所以说呢 能不能够形成两党的共识啊 因为有一些法案和一些建议 全部要两党共识的基础上才能推进 因为国会是个合议机构啊 他不是一个一个人决策的机构 他是一个合议机构 因此一定要有妥协 一定要多人的协作 他才能推进他的行动 如果不能够合作 不能妥协 那么就不能有行动 啊 那么前一段 杨洁丽博士在这个 我的节目中 他就透露 就是美国的参议院啊 两党准备建立一个 中国渗透世界组织的这么一个联合小组 那么共和党出十五个啊 民主党出十五个 但是因为两党斗争 民主党全部撤出去 不支持了 那么这个动力就完蛋了 就这么情况 那么现在可以看到呢 在两党关于香港的问题上呢 好消息在什么地方啊 迄今为止我看到的是 民主党和共和党啊 在这方面没有发现 出现不同的声音啊 我们也知道佩洛西啊 已经有发言啊 佩洛西已经发言 他在推特上说啊 北京再次企图破坏一国两制的做法 令人极度震惊啊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见两院两党 在这个问题上呢 没有很大分歧 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这个舒默啊 参议院的民主党啊 这个领袖 舒默也在这个时候抨击北京 所以说现在在这一波较量这种 美国方面唯一的好消息是什么呢 就是两党现在在这个问题上 态度比较坚决 那么蓬佩奥和川普先生的态度 也比较坚决 而且呢 蓬佩奥和川普不仅态度坚决 而且他们的透露信息来看呢 他们准备对北京出手 啊 是这样一个一种态势 那么美国在等什么啊 美国在等 当然是等最后北京法律的最后通过 对不对啊 要等他的法律的最后通过 看看你到底怎么回事 那川普先生也说 他说我需要知道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啊 因为现在还只是一个草案 对不对啊 还没有全部公布 因此呢 正式的出手时间 应该是在北京把这个法案通过之后 啊 所以还可以观望一下 这是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美国还有等盟友的声音 等盟友的合作 刚才这个克鲁兹先生已经说了 这个事情一定要有盟友一起来干 那么我们看看盟友现在声音怎么样啊 我们看看盟友的声音怎么样 我们都知道刚刚开完的世界卫生这个大会啊 盟友等于把美国给卖了啊 最后美国被迫都在承认啊 盟友的那个 倡议他的支持 否则的话 他跟盟友的关系就搞僵了啊 所以最后要求做全世界的公共卫生评估的那个决议啊 美国也是参加了的 所以美国啊 被迫靠近欧洲啊 这一次美国自己没得逞啊 没得逞 因为美国的那个最强的这种建议 没有人没有人附和他啊 比较可怜的啊 那么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啊 英国 英国如果说跟香港的问题 他是全世界第一个应该出来说话 他是最应该强取 采取最强硬的措施 来回应 北京的 啊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呢 英国只是表示关注 对吧 我看到的最新的情况是 啊 这个英国表示关注 忠忠 忠守 这是强生啊 啊 强生总统啊 忠忠香港的自治地位 除此以外 没有任何威胁 没有任何警告 这是英国啊 加拿大 加拿大 这是五眼联盟啊 里头的两个核心人员 五眼联盟 对不对啊 特鲁多 我们对香港局势表示关注 啊 我们有三十万加拿大人 在香港生活 我们希望一国两制 在香港得以确保的原因之一 长久以来 我们呼吁过防减轻紧张局势 北京与香港进行对话 我们也继续如此呼吁 我们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这特鲁多是给北京捞养养奶了 不疼不养的话 对吧 英国 加拿大 是美国西方盟友中最核心的两个 加拿大 澳大利亚现在我们有看到说话 但是看 再看欧盟 再看欧盟 欧盟有一个声明 说 这个香港的利益 欧盟的利益 那么呢 是建立在香港的高度自治基础之上的 希望中国忠重香港基本法 和它的国际承诺 我们欧盟会继续追踪这个事态的发展 这就是美国的核心圈子 五眼联盟和美国跟欧盟对这个事情的态度 欧盟对这个事情的态度 除了美国威胁制裁之外 除了美国对威胁对这个制裁之外 没有一个国家跟美国站在一起 说要对北京进行制裁 所以说北京正是出手 出的正是时候 西方自顾不暇 四分五裂的时候 此事不出手 更大于何时 这是这是麻烦了 这比较麻烦 美国最近呢 刚好也发了一个对华的战略报告 对不对啊 对华的战略报告 那么这个战略报告之后呢 美国大家都知道说 很多人说这是个冷战宣言 但昨天晚上我请贡小夏女士 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 贡小夏女士说 这个美国对北京还是认识不清楚 还是认识不清楚 他这个报告呢 不是一个新的人战宣言 他只是说美国以后啊 跟北京的游戏 要从桌子底下 变成桌子以上 这样一些游戏 更多的去维护美国的利益 我们看不到美国 在跟中国的较量上呢 有任何实质性的一些举动 在这个战略报告里看不出来 对不对啊 那么他的这些举动 在这个报告之外 能看到一些 包括这次最近华尔街的 这个外国公司责任法 那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一个动作 但是在这个战略报告里 我们看不出来 因此呢 如果美国对中国采取行动 如果你想等这个西方盟友 正面反馈的话呢 我觉得美国人该休息了 不要等了 等到最后会失望的 我估计呀 不会有一个西方 不会西方有 不会有一个国家跟随美国对北京进行制裁 那么美国本身 美国本身会不会制裁 我认为呀 这个 这是美国的难处 这是美国的难处 蓬佩奥先生把这个国务院的 这个对香港问题的报告呢 压到了五月 等这个两会开完以后 北京现在就 在你的报告之前 我来搞了这么一招 我看你怎么办 所以美国最终怎么办 我觉得很艰难的 美国会不会 这个时候真的跟北京摊牌 我觉得从这个战略考虑上来看呢 我觉得有点早 美国现在太虚弱 美国现在很虚弱 这个新冠的危机都没有过的 天天还死了那么多人 川普在这个大选之中的 他的民调一直是摇摆的 而且川普先生还指望北京 那个贸易协议能落实 对不对呀 美国现在有太多的后顾自由 这妨碍了他 他对中国出众手来 来来来跟北京进行一种底线模式的回应 底线模式的回应 这是非常艰难的 我呢 我会认为美国会采取一些措施 但是不会采取最严格的措施 那么这个措施最可能是什么呢 制裁一些官员 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如果要继续玩的话 应该等到川普 在11月大选之后出了答案 那个才能看游戏的 或者美国底牌的量出 现在美国量这个底牌 实在是太早 我觉得实在是太早 所以说 北京加美国一军 美国现在还不是出最强硬的牌的时候 香港人啊 这个要先熬一熬 这是我的一个初步的判断 那么作为一个安慰 美国可能会最后会利用这个机会 惩罚一些香港的和北京的官员 这就是也许是 安慰香港的一些具体的动作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我不是对西方吃饭 我觉得把美国逼到墙角是好事 美国人不逼到墙角 他没有纠错能力 美国人有很强的纠错能力 我最近看了一个 哈佛大学一个教授的一个采访 他说美国这个制度的好 好在他有非常强大的纠错能力 而这个纠错能力激发呢 他不是在这个 这个和平时期 你能够激发这种能力 你一定是在你处于很大的利进的情况下 才能去激发你的这种纠错能力 那么你不逼到墙角 美国人不会纠错的 就像他对北京的认识一样 你看蓬佩奥 这个跟这个 彭斯 对北京的看法就不一样 彭斯 他的训言讲 我们认为已经很硬了吧 但是呢 也是不疼不疼的 只要你回到邓小平路线如何 好像北京还可以这个 从上市 对不对啊 那么现在这个 蓬佩奥已经完全认识到北京 不可改变 不可改变 如果没有这场危机的话呢 美国也不会都是这样的结论 所以说 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啊 它 是慢慢升级的 那么美国人的纠错能力呢 也要慢慢的去提升 这是一个过程 然后再形成民众的共识 形成两党的共识 还有美国政治 还有风平安静 这个时候呢 才能跟中国博弈 毕竟中国块头太大 现在全世界形成这么大的影响力 不是美国人轻易的去 去跟他正面交锋的 美国现在伤不起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看法 有点悲观 但是这是残酷的一个现实 大家可以就这么看 欢迎大家批评 我这个 我不是国际政治的专家 我很多东西是基于我的一个 新闻人的这个万金油的直觉 因此呢 大家去批评 大家去帮助 大家去辩论 我们那个 我不知道我们导播啊 有没有看到有这个举手发言的 好吧 我们来接两个问题 导播 有发言吗 这个我看有举手的 他说我听不见啊 导播能听见吗 对啊 我们有一个先生想发现说被禁音了 我也无论为例 因为我们有导播在操控这个后台 我们导播回应一下好吗 好了 陈总好 谢谢 我们还是要追溯到这个 跟送中条例最有关系的这个 最早两件事情 一个是肖建华 另外一个就是同国万数电 我觉得首先习还是觉得自己不放心 不太放心对香港的控制 就他觉得自己可能还是控制不足 因为我们还是不能忽视掉江征在这个香港的势力 无论是政界的人们还是商界 我觉得可能习他还是担心他们那些人在香港如果想调点事情的话 是不是还是会影响他的位置 另外一方面就是就像你刚刚才说的就是 他打的算盘就是美国最近因为自己的这个疫情搞焦头烂额 他觉得他现在将你一军你也不敢下重手 另外一方面他也觉得他就赌嘛 你最多制裁我几个马仔 然后如果你下重手的话 你这个贸易订单估计也就就是没戏 他肯定要帮你这个撕毁 然后我们就我们还看到就是感觉就是 你像前面说的那个共和党党内的那个Ted Cruz跟那个Marco Rubio 他们当年都是16年川普的竞争对手 然后就是民主党的人也是不是很想啊 说希望执行就是下重手 但是他们就是觉得川普不敢下重手 所以现在就装的个个都跟屠龙派一样 所以我想听你这个在 你不知道你对这个 就是国内的看法 就是国内的那些影响政治势力 对于香港的影响你有什么采访 对另外再说一下 刚才陈总你说的那个 刚刚是说的是哪个采访 美国哪个人的采访 可不可以最后在推特上分享一下 那谁的采访 对啊我说你要分享的是哪一个采访 我都不记得了 他可能听不见了 这个肖建华的事件和铜锣湾事件 这个他是作为北京这个紧张兮兮的一个两个例子 我不知道这个是否有说服力 因为实际上当年北京在戴小平时期和这个江泽民时期 对不对啊 他就知道香港这个地方 他会这个藏污拉购 这个中共权贵在那干一些各种各样的勾当 他都是知道的 当然他是从大处来算香港的问题的 他是从大处来算香港问题 他觉得把这个香港主权拿到手上 而且你靠近北京啊 北京实际上对香港的很容易控制 对啊 他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明目张胆的方式之外的手段 去控制 对不对啊 那北京原来通过扶持香港的这个权贵 让他们成为自己白手套代理人 在这个模式下在香港自立的是不错的 对不对啊 当然造成了香港很大的贫富差距和这个地产 霸权之类的这种政治后果 当然你可以通过做财产的再丰沛 来消灭这样的问题 让这些权贵啊 吃相别太难看 对不对啊 他可以达成这个方案 肖建华和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实际上你可以看见 他转一转也就过去了 对不对啊 他有时候通过这个 因为肖建华做的是中共这个高层代理人的一个声音 他只要打打一些招呼 这些人也不至于太过分 这个都是一个你吃相别太难看的问题 你吃相太难看 他给你打个招呼就行了 而且北京事实上对香港的控制几乎是无孔不入 1997年以后 他通过这个每一天150个人的这个单纯证的这个问题的话 他让多少人渗入到香港去 北京没有必要对香港不放心 真的是一定是上面这个决策层出了一个问题 我觉得是这样 跟这些香港的具体各样没有关系 陈总 刚刚那个是 你说关于美国就是自我纠错能力的那个 是这个我要我要我要查一下是哈佛大学的一个一个教育 我说你节目之后能在推特上分享一下吗 对对对你去看我们那个明镜的微博 我们那个叫这个叫李奇的那个他把那个采访的内容贴出来 那那就看他把他所有采访的内容都贴出来了 所以你刚才的结论就是说 还是因为这个决策决策层他们就是神经过敏 是不是 我觉得是决策层他的这个思维的根本性的一个改变 他不能接受香港这种状况 他不能接受香港这种状况 别的领导人接受他不能接受 我觉得是这样 感谢感谢 谢谢 好了 还有下一位 哈喽 黄星你好 你好你好 小天我刚进来了 谢谢你 我就有一个问题 现在 共和党宣执派的这几个 一些大佬议员的态度和联邦政府的态度 我们都看到了 基本上就是越来越强烈 那我想谁说这个习近平的强烈这个一定会 怎么就是说有一些东西会出来 我关心的是因为现在那个大写来了之后 谁是下人总统是非常不明朗的 那么除了他们为了这个增多总统大卫的一些策略之外 民主党的一些大佬他们的基本态度 我很怀疑也很担忱就是这二十多年你看从西岸的高科技中心到这个东岸的这个这个华尔街 他们太爱中国了 那就是说这个都是共和党的对不起 这都是民主党的对吧 都是他们说的不好听就是一块的 那么那么他们到底现在是怎么样看 习近平对在香港问题的态度 而他们有一些什么 打散 这是我的问题 我觉得如果这个民主党呢 基于中国立场的强硬 对北京出手制裁的话呢 这个会帮助川普 跟他的选战策略是冲突的 所以啊我最担心就是表面上你现在看南希佩洛西和这个舒默都已经讲话啊 要要对北京强硬啊 我担心我最担心就是如果这种强硬变成一种公共舆论啊 因为美国政治家们现在不能对北京弱 他要营造一种强的一种气氛 但是呢他桌子底下不合作这事情就麻烦了啊 因为真正的跟川普合作的话呢 可能有利于川普连任 这个这两个目标之间可能冲突 那么这个最后呢 对中国的制裁能推到什么程度 然而不能形成共识的话 不可能有任何制裁 不太有什么制裁了 再就是这个美国如果真的对台湾进行这种啊 底线思维的反击模式啊 的话呢 美国实际上啊 他不是要断臂啊 要断一条腿啊 对啊 美国在香港有很大的一个利益 他要失去很大的利益 就美国任何制裁中国的问题 除了这个签证制裁和冻结财产 这个制裁这个美国的损失 相对少一点以外 你要按照香港人权和民族法案 对北京进行制裁的话 美国要卸掉自己的一条腿啊 实际上你看看那个加拿大 在加拿大在这个香港的利益更大 他那里有三万个人 美国的这个战略报告 在里头提到了美国在香港的利益 他大概有多少啊 有这个八万多个人 有这个八万多个人 有在美国的香港也有很大的利益 有八万多人 但是我觉得加拿大的利益更大 所以说具体在做这个措施的时候呢 他也要考虑到美国公司的利益 我们原来做节目讨论过 这个香港应该是 还是美国最大的 这个远东那边的情报站 应该是 那个情报基地 这个美国这个 驻香港的这个总领事馆的人数 好像是全球最大的 他有上千人 对不对 我们都有网友说 这个美国在香港有八万多个人 还有美国律师事务所 会计司事务所 公司的各种各样的 在香港真的是很多很多 还有美国很多的记者 在北京被赶住了之后 也住在香港 所以现在美国在某个意义上 他把这个香港做了一个 中国的第二总部的一种感觉 你说这是情况下 美国要跟中国来应的 那么香港这个怎么办 这都是很大的一个 现实问题的考虑 你还谈到华尔街的资源 现在还不到华尔街的资源 华尔街的资源 你先要看 怎么样过国会这一关 国会这关过了之后 华尔街也没有办法 对不对 华尔街最后要影响立法 才能够发挥作用 他如果不能影响立法 发挥作用的话 华尔街影响没有用 那么这一次参议院通过 外国公司问责法 实际上对中国是非常大 非常重的一击 那是一个两党决议 那么如果两党能通过这个决议 我觉得华尔街运作 没有多少没有多少效果 好谢谢 核心是美国国会 美国这个是一个 这个法治的社会 美国所有的愿外游戏 要围绕美国的立法来进行 而立法呢 又被两党控制了 还有总统的资源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集体游戏的 应该没问题了吧 还有一个还没有了吧 好 这个一个半小时 也差不多了 那个感谢大家 那个收听我的大四小评节目 感谢大家这个打赏提问 那么呢 下个礼拜五我们继续见面 来关注大四小评 祝大家周末愉快 也谢谢我们导播制作 我们那个周末也导播 导播那个也节日也周末愉快 好吧 再见